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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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她姐姐已经帮我订了 往来这两个已经订两个花盘 而且把这钱也都付完了 听到男友这样说 张力感到很开心 不仅男友对自己的行为赞赏有加 男友的家人也时时刻刻维护着自己的面子 这让张力觉得这段感情真是一帆风顺 张力 十年后 事业有成的张力 总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些什么 挺想结婚的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女性一般都是通过离婚或者伤我之后 她经历过人间的创伤 她心理创伤比较深 相对来说也比较善良 另外一面 从心理学角度谈 家庭施加压力压力找对象 社会 舆论要求她找对象 所以一般情况是对婚姻比较着急 周围的朋友亲戚 也积极可张力 物色着对象 虽然心里有些着急 但是对于已经有一次失败婚姻的张力来说 她对另一半的选择非常谨慎 她因为经济条件相对好一些 然后进入成熟期之后呢 她可能要求相对高一些 张力希望自己未来的另一半是个高大幽默的男子 他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还要有一定的学识与见识 最好还能时不时给自己来个浪漫的小惊喜 但是 这样的期望 却让张力在相亲的道路上 走得并不顺利 在一次朋友聚会中 张力偶然得知 如今在网络上有许多交友网站 能够针对个人情况进行推荐 而身边也不乏这样相亲成功的例子 这让张力十分心动 在一个软件下载一个有缘网 很快 网站就为张力推荐了一位 年龄在四十岁左右的男子 她名叫张峰 通过网站留下的电话 张力和这个名叫张峰的男子建立了联系 就每天会打电话关心我 问我吃饭了 休息了 各方面 在和张力的通话中 张峰也没有主动问过张力的职业与收入 这让张力觉得 她与之前相亲认识的男子 有些许不同 我们一说提钱财 它可能能引起警惕 能够引起重视问题 恰恰对方不提钱财 讲一下自己心酸的婚姻史 讲一下现在的事业 之后 这个女方感觉到现在她不是来引诱我 而是跟我是真正做朋友 实在说心里话 实在是成为一个信心相应的好朋友 这个角度路手说她就没有防御心了 在几天的闲聊之后 张力甚至开始期待 接到张峰关心问候的电话 渴望听到她的声音 在这些电话中 张峰也在无意间 透露了自己的财政状况 条件挺好的 她是干个体的 偶然得到的这个信息 让张力觉得 自己不仅找到了一个 关心自己的灵魂伴侣 而且这个伴侣的经济条件 完全可以和自己匹配 这让她非常高兴 那么突然间出现这么王者 她会珍惜这个机会 而且把这个机会 当成一个人生的一个读点 愿把我的青春 把我的生命 都愿意读到这里来 而此时张峰也提出 想和张力有进一步的交往 由于张峰人在深圳 张峰甚至都为张力 规划出了 两人未来完美的蓝图 她要开一个家具城 往来家具城说挺大的 往来让我一块儿 跟她去管理 张力表示 自己在单位 当了多年的领导 对于管理一个家具城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听到张力这么说 张峰也很高兴 并且和张力约定 一周之后 要和父亲一起 到浑川市 与张力见面 定下两人的终身大事 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令张力感到非常高兴 但是一周之后 张力却走进了浑川市公安局 她说自己被骗了 而当侦察员了解情况的时候 他们发现 张力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张力和张峰从未见过面 两人都是通过电话微信联系 那么这个叫张峰的男子 到底骗走了张力 什么东西 白马王子从天而降 单身女子心生爱慕 一帆风顺的爱情之路 令人羡慕 老板娘之梦的背后 却隐藏重重陷阱 同一个手机号码 不同的身份信息 警方要如何找到 这个网上的白马王子呢 十五天的爱情 天网栏目正在破除 警方接手了张力的案子 他们开始从张峰 留在有缘网上的基础资料 进行调查 在注册婚联网站的时候 网站的帮忙会要求注册人 填写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 这个婚联网站 可能会不定期的发现信息 如果这个手机号联系不上的话 他可能就会把这个资料 从这个会员中剔除了 所以说嫌疑人报的手机号 基本都是他们曾经使用过的 但是在这个案件中呢 网站对这个身份证号 可能在识别上 我不知道是有困难还是什么 是技术问题 这个身份证号大多数都是假的 而其他一些关于年龄 职业等信息 就更是骗子们精心编撰的 职业了 月收入了 是不是家庭住址了 或者户籍地了 这可能一个网站 很难做到何时清楚 骗子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为自己塑造了良好的形象 警方将张峰留在有缘网上的电话号码 进行调查 他们发现 这个号码在很多著名的乡亲网站 都被注册过 但是每个网站留下的姓名和身份 都有不同 一般都是40岁到50岁之间 挺成功的那种人是写的都是 虽说骗子在网站上留下的身份不同 但是他们的择偶条件 却惊人的一致 条件上都加 就可以就是带孩子啥的 这样是单身女性带孩子 这么一看 就这种 这个顾虑就能打消了 他们不仅在网上 发布这样虚假的征婚信息 还在一些报纸媒体上 发布他们的求偶消息 受害人王蒙就是这样上当受骗的 在一个盛世传媒的广告 报纸上 说的挺实在的 没有什么欢言巧语那样的 在报纸的征婚广告上 这个叫许迪的男子 是一位家在广东的家电商人 他说他单身 然后自办实体 然后就想一个找个诚实善良的 然后还说非诚勿扰 我就觉得这还能有什么样 王蒙离异多年 在一家美容店给别人打工 每月两千块钱的收入 对他来说并不宽裕 因为他有一个上初中的儿子 需要抚养 带一个孩子不容易 然后我的工作也挺累的 我也是给别人打工 然后每天每天就想能有熬个出头的日子 然后把孩子供上学 没有什么大的那个要求 都是为了孩子 当生活上遇到困难时 王蒙都希望能有一个温暖的胸膛 可以让自己依靠 而他能够接纳这个人的前提是 他又对自己的儿子视若挤出 别人都万而却步了吧 每当王蒙鼓起勇气 想再次走入婚姻的殿堂 他都担心 对方能不能跟自己的儿子融洽相处 所以当王蒙看到许迪的征婚广告时 他的心动了一下 条件还不错 还是退伍的 一下就想这肯定政治也可靠啊 于是王蒙鼓起勇气 给许迪打了电话 在第一天的童话中 两人只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自己之前婚姻的状况 和一些目前的近况 他应该处在一个什么的怀疑期 这么好的高富帅 为什么能出现在我的这里 另外地方是不是还有什么不存的动机啊 或者他有什么不正的什么说道 这是他怀疑 而此时 骗子要做的事情 就是打消对方的顾虑 让这段怀疑期早早过去 让他第一个相信我 从此为他个信息 我是有事业 有人生 有前途的人 这个引诱过程中啊 一般情况他要情感垫底的 他要说一些辛酸的不幸的历史 特别是比方说婚姻 我有个神外的婚姻啊 怎么可怜 引起对方对我的可怜 许迪告诉王蒙 自己的前妻是车祸去世的 自己很多年都没能走出这段阴影 现在终于鼓起勇气 迎接新的生活 此时 他只想找个踏实的人过日子 并且自己会非常珍惜这段新的婚姻 我看到他真婚的时候就觉得他可能也是相应 通过这个方式找一个实实实在在可靠的人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随着两人越来越熟悉 王蒙也心怀忐忑地 向自己有儿子的事情告诉了许迪 但是没想到 许迪是这样和王蒙说的 他跟我说 我们俩结婚 孩子他就把户口迁到深圳去 然后让孩子在深圳上学 然后我一下子心里就热乎了 许迪的表态让王蒙不安的心一下子踏实了下来 他觉得这也许是上天赐给他的一段美好姻缘 那么女方进入孙次期之后 她现在是顺其发展了 完好了发展更好 发展不了我也没那个缘分 这只能够如果做到老公那就更好 所以他尽量现在开始要迎合对方的口味 对方有啥要求 有啥这个一般不见的这个很违背这个原则 或者不离谱的 他基本上想满足他 他这个心愿已经形成了 此时许迪对王蒙的称呼 也从最开始的蒙 变成了现在的老婆 这个小小的转变 令王蒙感觉非常甜蜜 但是到了第九天 许迪突然像消失了一样 无论王蒙怎么打电话 发短信 许迪就是没有任何阴心 这让王蒙本来已经踏实了心 再次不安了起来 进入依赖期之后 就哪怕我每天 比方说定期七点钟通电话 现在突然不打电话 女方就说 哎呀这里男的是不是出事了 为什么不来电话 是第一个家里有事 第二个我这个人不满意 或是我有什么其他问题 他老想很多很多 但是在两人交往的第十天早上 许迪突然给王蒙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主要是他妈妈又给我来电话了 说的哎呀 说看我挺实在的 然后不像别的人那样 不像过日子的人 然后电话里聊的可好了 然后我就觉得一般人都说 跟婆婆不好处嘛 没想到人家妈妈不挑战这些东西 还喜欢我 一般我们婚姻都是情况 家庭讨论或者家庭最终定决 所以他通过第三者介络 来证明我对你是真诚的 现在是正式的 我向父母提出 我要跟你完婚 所以我父母要去看你考察你 这是情理自身的事情 另外身边人越多 一般情况下你都越相信 真正的看这个 他应该是不让别人知道 徐迪还告诉王莽 一周以后 他要和母亲亲自到王莽的家乡 去提亲 但是现在 他要着手新电器商店的开业 这样王莽和自己结婚以后 就可以安心的到深圳 来做老板娘了 太激动了 没遇到过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开始 你立即完全陷入这个美丽的陷阱 或者美丽的嵌套 一周之后 王莽没有等到 徐迪和他母亲 出现在自己家乡 他等到的 只有徐迪电话中 传出的盲音 我还挺着急的 然后我就跟店里的小姐们说了 她说得不对劲 然后我没有 她陪我一起过来报电话 那么 在和徐迪的交往中 王莽到底损失了什么东西呢 这个骗局最终的目的 又是什么呢 无法接通的电话 自虚乌有的花电 结婚梦碎的女子 无法走出阴霾 不同的受害人 相同的被骗经历 爱情原来也可以照本宣科 十五天的爱情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2015年3月 昆春市公安局 接待了先来报案的受害人张力 她的怀疑可能是被骗了 但是 她不能说清楚 到底骗她的人是谁 因为 她在有缘网上 结识的男友张峰 从来没有要求张力 给她汇过钱 那么 张力的十六万元积蓄 又是被谁骗走了呢 当时 那个花电 把她的那个卡号告诉我 我就去银行 去给她汇的款 张力说 由于男友张峰的家居城开业 自己不能到场祝贺 所以 她才想到 要订花篮 给男友送去祝福 花电也跟她说了 不等的价钱 什么五百八十八 六百八十八 还有三千八百八 还有五千八百八 由于这个花电 离张峰的家居城很近 而且花电老板一再表示 隔天 他们回收了花篮 扣出相应的费用之后 会将剩下的钱 第一时间返还给张力 所以张力 也没有过多询问 这钱也是打到这个花 花电这边 那么 花电和张峰之间 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花电 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呢 侦察院手中 掌握的唯一线索 就是这个花电的银行账号 钱到那以后 不到十分钟 这钱就通过这个破设机 刷完以后 从那个机管机那 钱就出去了 这笔钱被分别转到了几个不同的账户 很快就有人在ATM机上将钱取走 通过相关手续 警方看到了在深圳某银行 ATM机上将钱取走的这个人 这名男子就是取钱的人 当时我们通过录像看的 有三四岁左右 年轻人 年龄不相符 和那个被害人 谈恋爱的都是 他们自称都是四十岁到五十岁那种 那种人嘛 侦察员将这个视频截图 拿给张力看 看看这个人是否就是他的男友张峰 这个照片根本不是这个人 那么张峰和花店之间的关系又在哪里呢 送花来 他不是说你直接给我打多少钱 他说就是我家要开业 完了我告诉你一个花的公司 完了你给那个公司去打钱 而侦察员也对张峰的家居厂 和他推荐的花店进行了调查 在深圳市内根本没有这两个地点 第一个是这个打电话实施者 一个是扮演他父亲的一个人 完了还有一个花店 所以说这个当时我们就已经确立了 应该是团伙作案 而这个团伙的作案手法 也是近几年来很少见的 正是因为他们欺诈的隐秘性 所以受害人稍有不慎 就会落入他们的陷阱 正常来讲我们考虑骗子 可能直接骗你钱 给你借钱呀 或者给你这个做生意 什么入股之类的 但这个呢挺特殊 它是呢让你买花篮 让你感觉到呢 好像我这个钱不是给对方的 是给第三方的 就感觉到不是在被骗 感觉很安全 自己没意识到被骗 所以这样的案件 在我们方面确实是比较特殊 但是在这个全国范围看的 目前这两件也属于 正处于高法抬头进入 通过串并 侦察院发现 在近段时间来 这样的案子出现在了 国内19个省市地区 已经报案的受害人 就多达几十人 这样的骗局 给受害人的生活 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王芒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他是以 3880元一个的价格 订购了四个花篮 然后我定四个不是 一万五千五百二吗 然后华天说 二十零头抹了 然后我给他 汇了一万五千五百 这笔钱是生活 已有些捉襟建筑的 王芒全部的财产了 三 七年左右 但是这一万多元钱 对于贪婪的骗子来说 可是远远不够的 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收着花篮了 然后他说 妈妈说的有点少 能不能再会四个 然后我就想 人家老太太那么高兴 挺难的 咱们缘分 然后我又先借了 我没有那么多 我又借了八千块钱 先汇过去 然后跟他说 跟华天也说 我改天 第二天我在跟朋友见 本以为会得到男友的夸奖 但是没有想到 男友的电话 却再也打不通了 难过死了 我没想到说 我的一枪 从来没说这么 好像付出我的真情 然后这样 然而 这枚苦果 王芒只能自己默默吞下 现在 他不仅要抚养孩子 还要还债 生活变得更加艰辛 对我来说 现在是钱重要啊 我得要孩子呀 在这些受害人中 有些人至今都无法相信 自己被骗了 挺复杂的 没想到在网络上认识一个人 我是全身心投入到这份感情当中 完了 对他怎么说也挺好的 虽然说没见面啊 但是心理上就挺接受这个人的 但没想到就是心里最后落差这么大 那么侦察员要如何找到 并铲除这个犯罪团伙呢 跟我们这个被害人联系的时候 用的电话都是 就归属地 那个电话的归属地都是深圳的 第二个是资金 就是钱这一块 一看钱是在咱们广东 深圳有个叫龙港区 通过泡射机刷走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信息流和资金流 这两个方向 定为主攻这个方向就是在深圳 而且就是在深圳龙港区 于是 昏春市公安局派出了一座侦察员 赶赴深圳 调查这个专门针对35岁以上的 单身女子芯片的诈骗团伙 然而 调查出来的结果 却令他们大吃一惊 虚拟的身份信息 破碎的结婚梦 金钱的损失 远远比不上心灵的创伤 数周侦察最终收网 他们的爱情竟然是剧本的重演 15天的爱情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侦察员在接触了几名受害人之后 他们发现 这些被骗的女性有个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是35岁以上 派人提供给侦察员的那个所谓花店的银行账号 侦察员顺堂摸瓜 找到了帮他们转走资金的银行POSE机 要申请这个POSE机 就必须要有实体店面 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样并不起眼的小店面 掩饰着他们罪恶的交易 这样的一个无人问津的服装店 根本不可能产生这么多的流动资金 那么这个团伙的人员数量 应该不止之前侦察员判断的三至四个人 他的规模应该更大 涉及的受害人也应该会更多 经过一个月的侦察员取证 侦察员准备开始收网了 在深圳某出租房内 侦察员抓获了正在实施作案的 数名犯罪嫌疑人 当场收缴了数台POSE机 和大量用于作案的银行卡 就在警方抓获他们之时 他们的银行卡依然源源不断地 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汇坏 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平均年龄 没有超过三十岁 那么他们是如何骗取那些 三十五岁以上的 但是女子的现任呢 在犯罪嫌疑人的物品中 有一样东西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这是一本手抄的笔记本 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各种对话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他给你资料 让你去进行一个练习 把这个资料前备会 再进行练 一般团伙的主犯 会要求新来的成员 手抄这样的对话 以加深印象 让我们去练这个资料 练熟悉一点 把这个语气放慢吧 再有一点通过电话吧 有的时候也听不出来 在每页的最上面 还有标注的第一天 第二天 一直到十一天左右 他一开始有这个沟通吧 就是十一二三天左右吧 所以感觉你聊的不行 可以说拖几天啊 拖个两三天都可以 原来这个手抄的笔记本 就是犯罪嫌疑人 用于作案的所谓的剧本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大部分受害人的被骗经历 是如此的相似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交代 他们的清片周期就是十五天 而对于受害人来说 这十五天的爱情 却给他们一生都蒙上了阴影 那么在这十五天里 犯罪嫌疑人 究竟是如何令受害人 一步步走入他们的圈套呢 第一天就是说 介绍一下双方这个情况 按他这个程序走 一般都是说自己 毕竟当过兵嘛 当过兵的人 比较说 男人比较正气一点 正派一点 给别人的感觉 好意思 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做法 正是基于心理学的 首因效应 首因效应 指交往双方形成的 第一次印象 对今后交往关系的影响 也就是先入为主 带来的效果 虽然这些第一印象 并非总是正确的 但却是最鲜明 最牢固的 并且决定着 以后双方交往的进场 一般情况下 这个年龄段女性 再加上 你要说家里有点钱财 对吧 她应该是在 受伤一个女强人 或者女能人 那么她一般情况下 自己认为很聪明 我什么事没见过 我不会上当 她相信自己 但反过来说 由于做老板时间长了 由于经常有个应酬 接待任务之后 她可能不看报 不读书 给很少时间看电视 那么相对来说 她缺乏防范意识 特别是 她对对方形成一个 受阴效果 或者或者相信效果之后 光环效益之后 她对对方的相信 要相信 超过相信她本身自己 所以犯罪嫌疑人 往往说 自己曾经当过兵 在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门 认过职 他们在确立了自己 在女性心中的第一印象之后 就开始用聊天的方式 慢慢了解受害人的实际情况 与财政状况 好进行下一步的计划 第二天就是 说了解她那边的情况 家里边就什么人在 还有她婚姻这方面的情况 还有工作 在几天的了解之后 为了突破两人的关系 犯罪嫌疑人 就会更改两人的称呼 以此来把握诈骗进程的主动权 而称呼的改变 也是这个诈骗过程中 比较重要的一环 女方一般心理角度谈的话 她都是情感动物 她想入非非 一个小小的事情 就想象力很多 甚至能想象到婚姻 能想象到婚礼 所以她想象力丰富的时候 正好是我们能够 这个骗人的 称呼而入的时刻 等时机成熟 犯罪嫌疑人 就开始有意无意的 提起自己的事业 一方面为了巩固自己 在对方心中的良好形象 另一方面 也为了之后的行骗 进行铺垫 我第七天的时候 说今天自己今晚开个店 又开个新店 但是没有说提前 南方她一开始 从这个幼岛器之后 就开始进入行骗器了 她要找好多借口 让你相信这个事实的存在 比方说 我这个人真的有钱 在哪开业 你不信来看看 要不我给你电话 那是我朋友你问一问 或者我给你个花篮的老板电话 你问问他 我们家家的有多高 你别听我的 你问 这时候 犯罪嫌疑人 往往会请求同伴 扮演自己的亲朋好友 来彻底打消受害人 最后的一日 而在此之后 就要进入他们行骗的最终环节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 他们都不会提出 让受害人直接汇款 这样的要求 也不说让他汇多少多少钱 只是说看凭你自己的心意 你想送多少 哪怕是几百块 也无所谓 这个时候还是女方 用宋氏器已经变成依赖器了 包括我的人生 包括一切都要依赖你 那么现在 我兜里的十几万 二十几万 就不是钱了 因为对方是大富翁 都几千万投资 干这个超市商场的 那么我先用这个钱 讨好你 改进一下我们的人境关系 直至达到能做一个 实现一个做老板娘的一个梦想 正是骗子们的精心策划 让受害人们在不知不觉中 掉入了这个十五天的爱情陷阱 对于受害人来说 钱财的损失 远远比不上心灵受到的伤害 而有些受害人 在明知道自己被骗之后 依然选择默不作声 这样的做法 不仅不能为自己挽回损失 反而为犯罪刑疑人 提供了温床 通信网的诈骗犯罪 从我们部里 到咱们各级 各级这个关系 非常重视 跟咱们金融系统 已经有一个 警員联动的这个机制 如果说你第一时间 发现被骗了 不管你的钱 达到哪个省的银行卡里 我们都可以通过 警员互动联动机制 马上把这笔款机制 冻结 只要它没转走 我们可以冻结 冻结之后 我再通过我们公安机关的手续 再把这篇转回来 这是非常方便的 但一旦被判刑报案晚的话 这笔钱就非常难追回来 很有可能就被犯罪嫌疑人挥霍了 或者转到境外了 这我们就没法追查了 所以说我觉得 积极报案 及时报案 然后积极主动的 公安机关配合 这是每个公民的所造 目前 警方已确定16名涉案人员 现状过14名犯罪嫌疑人 网上追逃2人 扣押1000余张 各类涉案银行卡 50余部破案手机 13部POSE机 6台电脑网 案件涉及广州 广西 云南 贵州 吉林 当十余个省市 已核实的涉案价值 100余万元 越东北的一座小城 花季少女上学途中 离奇失踪 流言四起 人心惶恐 公安机关 急速侦查案情 乱生雄味 分开仅23秒钟 是谁在雨夜冒害了花季少女的生命 蓝鱼伞 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词曲称 许如1达